各位好 由於實體課尋找不到的關係 實驗現在就和我拍片做 留意我現在拍這套片 就不會說跟足你們的教科書的內容 是會多了一些 extra 出來的 所以我建議你們 如果有心看就不要掛機 或者你們會學到 對你不生受動的小知識和技巧 首先我今天做酸鹼實驗 會試醋 CCLimo 紅威寶 還有baking soda 烘麵包用的蘇打粉 這些都不算什麼酸強鹼 所以不戴一些安全眼鏡 其實問題都不大的 但是真是因為我們教教學問題 都可以做個好一點的示範 我現在想講講這個safety goggle 究竟跟我們一般市面上買到的運動用 或者用來現在大緊的玻璃眼鏡有什麼不同 你留意 safety goggle 它不單止保護你前面的 它上 下 都會有個少少左的 少少保護的 以及safety goggle 基本上永遠都是一些強化的膠做的 它可以刮花 但是它不會碎的 如果可以碎就很嚴重的了 這一款就比較便宜一點的 我們普通輕輕實驗用的safety goggle 如果你想出街買 你可以去五金舖 或者某程度上 游泳鏡都可以的 都夠厚的 有足夠保護的 但是如果你要做工程那些 五金舖那一款就最穩陣的了 那些教科書呢 就說用什麼看奶卿呀 玫瑰呀 那些很兇花綠的東西 那我現在買什麼都貴 所以我們就地取材 我在學校的門口 就拿了一些茶花 剛剛借了 掉下來的茶花 如果沒有認錯的話 那是粉紅色的 那這些粉紅色的色素呢 就叫做 英文的叫做anphosyne anphosyne這隻東西 是很有趣的 它會隨著酸鹼值 應該會變色 是的 但是未必說很明顯 但是未必說很明顯 那一會兒我們嘗試抽 這隻色素出來 那另外一隻呢 就是在超市或街市 現在都很黑市的 少有地便宜的水果之一 藍莓 是的 11元 11元 那之前有幾個事 做了都ok的效果 那這兩隻東西呢 你先猜猜哪個容易磨些 容易提取多些 3 2 1 那很明顯 那當然抽藍莓 基本上你 就這樣壓扁它 那花呢 我一會兒就會示範 用酒精抽 用酒精磨 那它藍的關係 都不算藍莓的 但是如果你想在家裏做 我就不會建議你用一些 一些乾果 有些花生 乾提子 或者是草根 那些很難磨的 就儘量避免了 磨到你手軟都未做到的 那你可能會問 有些人可能會問 為什麼我們不用 blender 不用攪拌機呢 首先不是所有攪拌機 都可以攪拌的 還有一般攪拌機 都是要相當大的容量 才可以有效地攪拌 還有只可以用水 你不可以落酒精來抽些東西 落酒精來攪拌 用不著你陷著爆炸著火 好了 那事不宜遲 我先硬爛兩顆藍莓 先用水 第一步 不要太大力 一下子放下去 不然就彈上臉 就不好了 這樣就可以加少許水 invention 我可以把你隔開 去試那些 用水 就要好的 一部分 有沒有水 你躲起來 你躲起來 我躲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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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躲起來 你躲起來 不躲起來 我躲起來 盐盆的磨擦力 抹去後再磨擦 你見到現在已經收拾了 全都出來了 其實現在的東西 如果你冷的東西可以直接用 但如果你直接這樣抽 可能會抽到果肉 這樣就會稍微影響了你判斷的結果 示範一下操作 我現在就拿些咖啡類子 稍微拌一拌它 這些是很普通的咖啡類子 在12元店 都很常見有 如果你自己做 我不建議你用白色那隻 因為那隻是加了化品跳過的 用回啡色又應該沒問題 我現在就用來 再加了一個 開啡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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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會等它在這裏 我先把鹽活洗乾淨 為何要保留 我等它過類的同時 我便剝花 因為花的材質比較硬 我就用70%消毒酒精 酒精是一個很好的有機溶劑 用來打破細胞膜、細胞壁 釋放細胞裏面的物質出來 用來打破細胞 剛才撕掉那些膚 好了,應該夠了 其實是很難摸的 最好是剪碎它 其實除了這樣磨之外 還有更簡單的方法 用來浪費時間 就是煮菜湯 除了你需要的物質 就不會預熱 變質的 就可以煮出來 你會看到 這裏就開始出來了 但應該可以再出一點 這裏就好 看到這裏就有一點 有些顏色 1分钟 谢谢观看 那么我先洗个盐盒 先 那我會加快一點它類的 就給它一點點壓力 切一下它 輕輕就好了 法定人數不足 糖果本身能吃到什麼味道呢 你應該吃到酸味的 所以你抽這個醬汁本身都是酸味的 所以你用這麼酸的顏料來試酸鹼 其實是會有問題的 因為它會和鹼酸發生中和反應 中和了 它可能才會有些變化 嚇bil 鴟 鴟 鴟 除了 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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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鐘 響鐘 順便 做一個 用現成的 酸鹹度試紙 一般叫做pitch paper 一張都頗長 現在人不懂用 一個樣本就用了一條 一格仔便足夠 好 我現在先下 洪威寶 這個稍經希吃過的 留意洪威寶不和南威寶 他應該沒有南威寶那麼簡性 所以就沒有那麼傷手 沒有那麼傷皮膚 這樣就將 我現在就滴起這一行 兩滴 這個可以試一下多些少 用完這支滴管 就這樣放在這裏 不要放在其他地方 混亂了 用來吸收其他東西 你看到 這個 汁本身 就 這支滴管 就變了少許 好像是紅了少許 是嗎 比較隔離 而試紙 你把這裏 是 應該是pH 7到8 這個 7 就是中性 8 就是微簡 是中性 是微簡 接著我就會放 沙打 baking soda 又是十多元一大盒 在旁邊那一行 鮑車 4 3 3 2 3 2 6 這次輪到你們自己試試判斷 這個最近是 pH 幾 你見到這次變化強勁很多 變得好像灰灰綠綠 試試拿近一點 看清楚一點 接著就下71萬的CC檸檬 沒有Copy的 會不會打擾 剛才在爛上 加一大大大小 你不想看 加一大小 加一大小 它是時候判斷最接近的是pH级 留意,這個很明顯是小於7 小於7代表酸性 你吃到的會酸的 酸酸太酸,甚至會刺激 留意,我們人的皮膚是大脚酸 但它可以承受鹼的程度都頗強 但相對地,我們的眼睛對強鹼是十分脆弱 比對酸更弱 曾經在日本有個傢伙 曾經有個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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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傢伙 曾經有個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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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傢伙 是沒有傢伙 那些傢伙 做過傢伙 那些傢伙 曾經有個傢伙 好,可以見到效果和 小小萌萌其實就很像 差不多一樣 順利都給你們比較一下 好,那些花的提取液都差不多 七七八八了 我就拿來一隻碟試這個 剛才用藍莓這個 你等它一陣間 等它的diffusion去擴散 雲醇後,顏色就比較容易看 梳打的,你見到是 直接變成綠色的 接著就是試花 剛才都已經用了pH試紙 那我 skip 了最頂那一項 你見到的顏色就很淺 所以可能效果不太好 那基本上做吧 好,那就是 先用紅衛布 先用紅衛布 economics 我現在看不出來 要是 嗯,它看不到因素 梳打 真的,你也看不到 其實就變了少許的 又變了露地的 鏡頭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但很微妙 你不在職場做 有些能體 接著 CC LEMO CC LEMO 反而是明顯一點 或者這個花的提取液 就可能顯示酸的效果比較好些 我們在化學試驗室 如果我們讀上鏡頭 我們有一種常用的 PH 指示劑 叫做 Mifile Orange 又是像這樣 它試酸的效果就會出色 不是酸的效果 它是沒有色的 包括減 除了酸的效果 除了酸的效果之外 其他效果是沒有色的 這個效果可能有幾分似 就粗了 你以為預期的效果 都應該是 紅色的 看看是不是 更紅 更紅 更紫色的 粉紅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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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可以自己做 的話 看清楚一點 好了 我們玩完我們的 土炮 PH Integrator 這個PH指示劑之後 當然要試一下 很貴幾百元支的 就是 科學材料供應商 正式的指示劑 我首先 都是 在這塊板 我空這行 就 試給大家看一下 它有什麼效果 一會兒 我就會再用試管 Test Tube 做個 大容量些 明顯些 先試過 始終 大家 真是 蘋果給蘋果 就 公道些 一會兒 一會兒 梳打 梳打 由於你看到指示器本身很濃 所以要看的話 其實也要溝稀幾多 通用指示劑的液體 結果其實跟Pitch的試指差不多 再減回這兩個 都是綠 藍一點 我們要推斷一下這兩個 應該會出什麼樣子 應該會很容易 這個位置就可以 比較 通用指示劑的顏色 其實跟Pitch的試指一樣 都是暖色系那邊 紅黃那邊是酸 暖色系 綠藍那邊是減 E標1到14 通常很少說去到14 酸最酸其實可以低於1 但是通常你市面上 就不會有這樣的東西 市面上你找到酸的東西 除了我們一般的 soft strength 飲品那些東西之外 還有粗的東西之外 要特別提到 就是洗廁所用的結智德 結智德這東西是酸的 洗廁所就 功效一流 但是記著千萬不要混合 漂白水用 政府或者很多專家 經常叫人說 不要混合洗濟精用 其實他們說白一點 其實他們只可以結智德 以及漂白水 這兩隻東西混合 就會出陸戲 有一點點 就沒有什麼 可能你減幾聲 但是如果你減多 就不太好 讀起來 剛才你看到 這個顏色其實是挺濃的 用這個pH試劑 現在就試試 下多些樣本 那這個pH通用支持劑 也是放一兩滴 先放一兩滴 那你用滴管 那你用滴管 擠些東西進去 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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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著? 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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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貪多就好 永遠不要多過支管的容量的三分一 否則你混合的時候 你彈的時候就很容易飛出來寫的 加兩隻通用鐵絲劑 你一旦滲下去 你已經看到上面變色 你想怎樣有效混合它 我不知道之前有沒有教過你 或者有其他人教過你 就是彈Test Tube 世界上有幾種手勢 二級同工 就是我掀著頂 就是掀著頂 之後你拍到下面 底下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應該會見到 有些船窩效 有些小學的時候 可能用你無聊 如果用鑑石 將鑑石一邊按著桌子 另一邊就凸出來 然後你按下去拍到 另一邊也會彈 震到震到震到 就是差不多這個效果 所以千萬不要這樣 這樣是沒用的 你要讓它適色回彈 其實有幾種效果 另一種手勢 美國那邊就比較輕用 就是敲 那些人就叫做鎖 但我個人覺得這樣敲 敲到自己的手指骨痛 所以我喜歡這樣 其中一種手勢都可以的 你能夠混合到就可以了 你看到紅龜寶 這一個角是綠色的 綠色的 是針性的 所以不是很相手的 然後就是梳打 那些靠天 就這樣看吧 我把頭放在地上 就這樣看 就這樣看 我把頭放在地上 好 直接放在地上 那些靠地上 走到地上 有些靠地上 走到地上 就這樣看 你會說 就這樣看 他就這樣看 有些深色 我的桌子也是黑色的关系 可能是一个难题 所以我给一个背景 你自己做的时候可以随便用白色背景 例如A4纸 放在背面就会比较容易看 这个是蓝绿色,是简性的 然后是CCLimo 雖然味道好像橙汁那樣 但是加了東西就不要喝了 通用芝士劑有相當多的酒精 最後是粗 好嗎 好嗎 感谢观看 要比较,醋和CC檸檬是差不多的 有少少分別 醋和少酸少少 但記住,我們吃檸檬或橙,我們吃到的酸味 酸味主要是來自果酸 並不是來自維他命C 除非你是在吃營養保充劑 例如維他命C片或這些類型 特別加了維他命C 因為正常吃水果是果酸 並不是維他命C的酸 之前幾班都有做過賣味的玩法 你看到四支這麼漂亮的東西 我猜你會有衝動的 四隻混合壽的東西嗎? 哈哈哈哈 四隻混合壽的東西如何呢? 其實有些會視乎加邊疾 嘗 committee 有點線 還是更lear 頭不能接近 笑聲 痛 這一些 訓練 還有匯賓 我試過 有搭 pointing 在手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见到红威宝有个很特殊的现象 你见到红威宝那只绿 你刚才加了一堆梳打的隔不减 它都没有变得很多 我加一些绿绿梆 都要等待很一阵才会变得黄 这个可以抵受红威宝的变化 这个东西我们叫缓冲剂 酸减缓冲剂 详细理论 就要高年班读CAM 才会回教 但我们日常的食品 医药用品 很多都有酸减缓冲剂 在这里 再加上去 应该会再倾向红威宝那边 哪里有炭的呢 给10秒钟 想想想 5 4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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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出氧氧化碳 CO₂ 我們剛才先拿鹼 我們是這一層鹼來的 之後呢 我們是放了酸酸酸酸 它接觸到這一層 就會有一個中和反應 釋出了氧氧化碳 這個梳打加醋 而出氧氧化碳 其實都會發熱兼發熱的情況 如果要份量多的話 這兩隻東西兩溝 其實就可以用來通氧用的 這個生活小小提示 其實你可以先 如果要通氧 你可以先將一堆梳打 倒進你的生盤口裡 之後呢 就拿熱水 熱水滾水 滾水 或者80度 水壺的水 你倒下去 之後浸著渠 浸過十分鐘 之後呢 又倒一些白醋下去 之後呢 變成了兩層 如果我不怕打他 他有排都是這樣 他會很怕 其實可以代表一件事 就是密度一樣 即是上面那些酸的密度 普遍是 輕於下面的那一層 才會有這樣的現象 不然我 如果我 如果我真的 刻意弄均勻他 刻意弄均勻他 都不是不行的 但是很激 對 馬上起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如果你在家裡玩 就 起升盤 或者洗手盆 玩 這些 不要搞到家裡 到處 被家人咬 以防萬一 大家不知道 蠍茄德是什麽呢 蠍茄德是什麽呢 大家洗一下 蠍茄德是這隻 主要成份 鹽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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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威寶 超市油 這樣的 即是他加了色素 來紅的 濃的時候 你混淡它 就沒有什麽色 好了 另外一隻 整身刀 藍威寶 這隻是很簡單的 千萬不要噴人的眼睛 很簡單 盡量不要逃手 這隻 真是幾堅強的 另外 你們在五金店 或者有些嘉賓店 會見到一隻叫 戈士迪的 戈士迪的 戈士迪呢 超強簡 更厲害 比藍威寶的 這隻要大手套開的 那 你自己在家裡 我不會建議你 用 很少我會用的 但是你要知道 它是什麽 對 它是強簡 對 強簡 對 那 你 對 你用西結晶 用清潔劑 就小心了 其實可以 用完它之後 半個小時內 或者你用水 沖走它之前 不要混淆這些 簡性的東西 千萬不要混淆 跳白水 對 就是這樣 完 對 對 對 很快 很快 就說 很快 くださ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